我會主動爭取2038亞運 以及各種國際賽事 甚至奧運在台灣舉行 來增加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2017世大運 對台灣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台灣雖小 但是也培養了戴志穎 莊智淵 郭姓淳 王健明等一流的體育人才 還記得東京奧運 奪金的羽球 南雙 李洋跟王岐寧 台灣可以培養這麼多一流的體育人才 但是我們必須讓他享有相對應的待遇跟保障 也要建立完整的運動產業鏈 確保體育的長期發展 我會提高國家訓練中心整體的預算 國家代表隊從集訓到比賽結束 應當給他全心 我們要建構一個優質的資源團隊 包括教練 防護員 醫護人員 心理諮商師 甚至營養師 要組成一個完整的團隊 提高他們的薪資 並制定一個獎勵制度 來提升國家代表隊在運動場上的表現 五 我會提倡體育強身 全民健身 應當廣設 中和型運動場館 方便民眾在社區就可以做運動 臺北市的高齡健康前瞻中心 在社區內提供壯士帶適合的運動設施與模組 來強化健康並減少健保的支出 這個成功的經驗可以推廣到全國 六 推展電子競技與國際接軌 事實上電子競技相當適合台灣發展 AI浪潮已經襲檢全球 我們的教育也需要全面的檢討 不要讓政治的意識形態干擾教育 不要讓錯誤的108課綱 減弱我們的小朋友在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不要讓升學制度減少了弱勢兒童將來出頭的機會 我們要強調高等教育 有計畫地培養高科技人才 因為台灣少子化不會再有人口紅利 因此我們必須轉向人才紅利 每一個人更好的教育 讓他發揮更大的功能 相信柯文哲我將帶領台灣 在AI浪潮上站穩腳步 讓體育教育來增強國力接軌國際 政治新局美中台關係 帶給你最順利的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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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 1月13 2月20日 1月13分 3月13日